哈喽大家好 我是耳鸣 提起锅酒茅台 大家都知道 它是属于酱香型白酒当中的极品 品牌大道 富库兼职 但是你知道吗 茅台煮啤酒了 看到没有 清一色的沉公人士特鸟 像我平时比较常见的都是 青岛 哈皮 雪花 百味 都是这样的 这茅台啤酒还是第四季 以前只听过 6瓶37块钱 差不多1瓶是6块多一点 哇 好贵啊 它写的是那个金酱啤酒 看这里 给世界一桶好啤酒 只为成功人士而命 咱们今天也是当一把成功人士 原料 水 大麦芽 小麦芽 上面叫啤酒花 圆满这浓度 是一个酒精度3.7楼 生产地 山东省 维芳市 它的广告语言一 啤酒中的茅台 你发现没有 但凡是跟茅台站上边的产品 都感觉 特别的高端 就不像我们这种普通小来百姓 就所能日常接触到 要不咱就把生活品质给提上去 当我拿到货的时候 我就问我朋友 这个茅台啤酒 你会想的什么 他说应该是喝完茅台酒 再拿啤酒来说一说 有律程度对吧 说了这么多 这个茅台啤酒 到底怎么样 咱们试一下 咱新买一个杯子 因为之前有粉丝讲 我那个杯子不够专业 然后我让我搞一个那种拖杯 视频做的不怎么样 那杯子可以搬搬整个桌子 一桌子 杯具 它上面写的里面有叫 我轻轻地画一下 这味道味道不错 最起码这个麦芽香味是有的 看一下 这看起来挺像样的 咱们今天多了不搞 就搞两瓶 然后我又搞了四瓦花生米 标记我的香 一瓦花生米 干两瓶梦台 够好奇 确实香 我有点小看它 你看它的泡沫 清白带黄 很细腻 但是不够持久 销上一块 哇 好漂亮 我只会说 没那么苦 酒体是那种金黄色 再带一些浑浊 咱试一口 它确实跟那个茅台 没什么关系 说是圆浆吧 也确实是圆浆 这个没有冤枉的 麦芝浓度11度 它这个麦芝浓度如果搞到12度或13度的话 口感更佳 不过这样已经不错了 还算清爽 要比工业水皮强太多了 真的还不错 圆浆该有的东西它都有 好像这个麦芽香特别香 我本来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笑话来拍的 再一次印证那句话 人不可冒险 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原谅我那不是从上 这是我的有钱人最经历的词 挺好喝的 还很漂亮的啊 它为什么没什么 没有在市面上比较常见 就可能和我一样 就图有外表 然后导致大家没有兴趣去了解它的内在 蛮够香 几年前跟朋友去吃饭 喝酒是分阶层的 除了是白酒 还有红酒 温饱阶层喝的大多都是啤酒 而不喝红酒 而他们老板 大多喝的都是红酒 不喝啤酒 然后白酒 虽然什么人都喝 但是喝二锅头 跟喝五两爷 和茅台的 肯定不是一个阶层 我听完之后 你顺势喝了一口啤酒 我的属于温饱阶层 25岁之前 我几乎是很少喝酒 当时我觉得 要时刻保持通道清醒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然后26岁以后 开始逐渐体会到微醺的乐趣 就这样喝酒之后 就感觉自己和整个生气 都变得有趣起来 一开始喜欢喝各种白酒 但是 但是都劣滞 然后慢慢的 特别是自从拍了四瓶之后 然后我接触了很多东西 特别的精量 还有咱们之前喝的那个焚酒 就一下停不下来 就好像开了一扇窗 就从那以后 口感上再也不能接受那种 叫辛辣的 容易粗细的那种味道 以至于在喝酒这个事上 我就变得 特别的挑剔 要找那种适合自己 对自己录着的 就希望你们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白酒 生化了 干 哇 OK 咱们总结一下 我本来想拿这款酒 来当一个笑话的 但是没想到 我就那个笑话 不管是从口感 颜色 还有味道 它是用心去做的 还算清爽 要比那种水皮好喝太多 假如你们像我一样 以前没有见过 没喝过的话 建议你们可以试一下 期望值肯定是突破的 客观的讲给我的体验 还是很惊喜的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那么咱们就先到这儿 喜欢这视频 请记得帮我点关注 分享以及转发 那么下期再见 告知